女人只是想上个厕所,可闺蜜却在门口一直盯着她。 这时,女人意外发现,厕所竟然有扇窗户。 她看了一眼闺蜜,发现闺蜜转过头不知在干什么,逃跑的机会来了。 她趁闺蜜不注意打开了窗户,没想到一阵风吹了进来。 此时,闺蜜也有所察觉,立马转过身。 两人四目相对,下一秒,女人又被绑回了椅子上。 小美找到阿珍商量对策,现在要赶紧想出不会让女人报警的方法, 不然这么一直拖着迟早会出事。 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片,想要割断绳子逃跑, 可由于太过紧张,刀片没有拿稳,直接掉在了地上。 无奈,她只能另想办法,好在椅子可以移动, 不一会儿,女人就移动着椅子来到门口。 她用牙拧动门把手打开了房门,可她被绑在椅子上,根本无法逃跑。 此时,女人看到身后恰巧有个台阶,办法,有了, 只见她两腿用力一蹬,直接摔了下去。 椅子当场被摔烂,女人顾不上疼痛,赶紧站起身拼命逃跑, 可还没跑多远,就被两个闺蜜发现。 于是,她加快速度拼命往树林里跑去, 没想到,闺蜜竟然开车追了上来, 女人见状,赶紧藏到一棵大树后面。 还好没有被发现,女人刚想离开, 闺蜜的车子竟然又到了回来。 这下完了,还是被发现了。 女人在前面拼命地跑,闺蜜在后面拼命地追, 很快,女人就体力不知晕了过去。 等再次醒来,她又重新被绑在了椅子上, 她哭着请求阿珍放了自己,并发誓一定不会报警。 但,这次,阿珍已经不再相信她, 为了防止女人再次逃跑, 阿珍想到了一个办法,那就是让女人说出自己的秘密, 这样她就有了女人的把柄,从而可以威胁她不去报警。 可女人怎么都不肯说,只见阿珍拿出一瓶酒精, 直接倒在了女人身上,然后点燃蜡烛逼她说出秘密, 如果再不说,就把她烧死。 突然,一口酒精从女人嘴里喷了出来, 瞬间的火光触发了烟雾报警器, 阿珍赶紧跑过去关掉, 可她刚关掉,就听见外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。 阿珍和小美吓得赶紧藏了起来, 不一会儿,一个老头带着小弟闯进房间, 原来这两个人是小偷。 老头看到被绑住的女人,她显得非常兴奋, 她让小弟赶紧去找一找家里值钱的东西。 小弟来到阿珍房间,发现了保险箱, 正当她要撬开时,阿珍和小美突然出现, 用绳子把她给勒死。 与此同时,老头给女人解开了绳子, 然后将女人抱起,想要对她图谋不轨。 情急之下,女人掏出老头腰间的枪, 一枪将老头干掉。 而这一幕,恰巧被两个闺蜜看到, 这下,终于有了女人不敢报警的把柄。 阿珍伸出手将女人扶起, 闺蜜三人再次和好。 第二天,他们将老头和小弟的尸体埋进树林, 随后,三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, 开着车离开了这个地方。